大家好,歡迎來到這一節的曼聯新聞 一分鐘 有一件事想問問大家幫幫忙 因為我們剛剛月轉會章已經結束了 簽了一些比較年輕的球員 例如現在這一位究竟是查奧里還是迪亞路的球員 很多朋友告訴我 這些叫幼幼,幼幼我猜是一些比較年輕的球員 這個幼幼是否打機的術語 有沒有朋友可以解釋 幼幼是為什麼呢? 我怕我搞錯了 謝謝大家 說回這一支節目 究竟 她是叫查奧里還是迪亞路呢? 因為之前一路轉會的時候 傳媒都叫做查奧里 突然轉回來曼聯的時候 名字叫迪亞路,究竟發生什麼事呢? 我終於發現答案是為什麼 昨天聽了一段 ESPNFC的Podcast 有位記者叫Gad McCorty 這位記者都很過癮的,他認識很多東西 根據他的資料 這位朋友初初去到意大利的時候 大家知道他是Ivory Coast的球員 初初去到意大利的時候 不知道為什麼有一個人叫Chiore的人 說是他爸爸來的 後來搞一搞一搞,原來那個人 又不是他爸爸來的 他爸爸是另有其人 那個人叫Chiore 原本以為是他爸爸的那個 後來發現原來他真正的爸爸叫Dialo 所以 他現在 曼聯搞清楚這件事 總之 他的真名就是Dialo Chiore 炒你就是一個不知道為什麼的名字 可能是言語成的錯誤 也可能是不知道有什麼古惑 也因為這件事就解釋了 為什麼他要一月才加盟 我們之前有看過 Manchester Evening News的報導 趕及 這個 一月之前要簽他 因為 英國就來脫歐 那是原因之一 原來一月才加盟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原來他現在有一個律師團隊 幫他 入籍意大利 入籍意大利後 就是歐盟的球員 簡單一點 暫時來說 這一刻 一月之後就不是 所以 曼聯是趕一月之前簽到他 但是為什麼一月才來呢 原來就是因為他搞了入籍 入籍拿到這支禮物後 才加盟曼聯 所以 他這個身份之迷也是有點奇怪的 因為他連自己的姓什麼都不知道 但現在我看到 在網上 叫他就說了兩個名字 就是 Arma Giori Dialo 沒有所謂 總之我想我以後就叫他迪阿勞 也都 看看他一月來到的時候是怎樣 因為有趣的地方就是 有些朋友很好 他幫忙看了一些球王片 也都覺得這個 真的都挺像樣子的 不過老實說大家都要明白一點 幼幼或者是否叫幼齒 以前我聽過的名字 就是有天分的球員其實有很多 大成都明的真的未必個個都是 比較上是 有天分的球員來說 少很多的成名的 即管看看他來到是怎樣的 我相信有很多朋友 我看到對我們的教練團隊 又不是太有信心 不過不要緊 他還有幾個月時間 在Atalanta 我也挺肯定 Atalanta的 整個教練團隊 是完全地著重進攻的 我相信在這方面 這幾個月都還有得著才來曼聯 其實說真的 以一個年輕的球員來說 其實也挺貴的 因為曼西斯的日報報導 就是說 1900萬英鎊 硬掘 還有附加條款可以超到 1800萬英鎊 再加 總共 可能是 3000多萬英鎊 這個球員 不過 有1000多萬 就是他要做到一些 目標才行 這樣 真的不知道 那麼 OK 還有 Manchester Evening News也說 9月16號已經在研究這件事 我們在較早前也報導過 所以呢 就是這樣的情況 所以大家可以明白了 其實 他應該 總之來到曼聯之後 就是 Arma Dialo Dialo 看看他一月來到 可不可以幫到我們 多謝各位收看這次節目 拜拜 Hello Hello 大家好 歡迎來到這次的曼聯新聞 一分鐘 希望大家記得 CLS Comment Like 和Share 最好就訂閱我們兩個 講曼聯的YouTube Channel 包括就是新聞台 和大巴台 這次節目就會和大家講講 關於我們 其中一位簽的新人 巴力志 原來是熟人介紹的 究竟他現在的實力 是可以踢到曼聯的一隊 還是要先去於23均均均均呢 原因就是這樣的 因為很多朋友 就立即看了他的球行片 就說 真的 技術都可能有亂了一點 不過 他在他原本的球會 Paneroy 已經在踢一隊 那麼究竟來到曼聯 是怎樣做呢 這樣 稍後跟大家說 不過首先 介紹一下 原來 熟人介紹的 怎樣呢 原來是 The Athletic的一篇文章 有一個作者 叫Andy Meaton 大家如果聽 漫威早晨節目 都一定聽過他的名字 他是一個紀資深 專門跟曼聯的 一個記者 亦都幫了一些 曼聯的 球員 或者 朋友 寫過一些書 他幫忙寫 那樣 Andy Meaton 他原來 較早之前 已經寫了一篇文章 關於這位 18歲的烏拉龜球員 原來事緣就是這樣的 蘇斯克查就有個 舊隊友 或者老朋友 就告訴他 我這裡有件好東西 一定要看看 這位舊朋友 或者舊隊友 他是做過 教練或者領隊 一段很短的時間 他就是誰呢 昨晚 我看到有直播 有人說 昨天 在 Pelastry這個留言 都有人說了 他就是 迪亞高 科蘭 他只是做了很短時間的領隊 Iny Meaton 就這樣說 科蘭一直 都很 覺得 曼聯是一個 很穩定的球會 亦都對於年輕球員來說 很好成長的一個地方 他 他 亦都 發覺 覺得這位 Pelastry很有潛質 所以他就介紹了給蘇斯克查 曼聯 據聞 已經是 調查了這位球員 一段時間 我不知是否真的是科蘭介紹 但 已經留意了這位球員一段時間 我估計 就是 他說 當科蘭介紹了之後 蘇斯克查就跑出他的球探 看完一輪之後 就發現 都可以 所以 終歸在 Deadline day那天 就簽入了這位球員 至於 這位球員是上一隊 還是 余亞三呢 我們看到 BBC記者 Simon Stone 也寫了一篇 短短的 Post 關於這件事 OK 他就說 這個轉會槍 這個轉會槍 終於 落幕了 結束了 其實本地未結束 稍後會說 其實 究竟是好不好呢 Simon Stone 覺得 當然 在曼聯來算 可能就 一般 因為始終 他們那個 重點的收購 或者叫 MagKey 一個 經典的 或者叫 重要的收購 重心的收購 新組就沒有來到 多蒙特 覺得 曼聯 可能有些 誤解 搞錯了 所謂的 8月的 和錢 但在曼聯的角度 其實我一直都說 是這個價錢 如果太高 我們就不去 因為我們有一個預算 就是這麼多 幾個說法 我意思是說 所以 結果 做不到 但是 他們也簽了 烏拉圭的球員 Pedastry Simon Stone 說 他應該會值 一隊 因為他們 用了900萬磅 在南美的 烏拉圭 收購了這位球員 說真的 900萬磅 不過南美 一般來說 轉圍會比較便宜 因為 南美要搞很多手續 才來到 以及 老實 很多球員 去到歐洲 真的適應 是有一個 程度 在 所以根據報導 Manchester Evening News 也有一個報導 曼聯的 那方面 就在想 他是會上一隊 當然 沒那麼快 入到這個正選 慢慢希望他成長 希望他慢慢進步 慢慢才 挑戰這個正選的位置 不過昨天我聽了 另一個Podcast 有一點東西 想跟大家分享 挺有趣的 其實我忘了 因為昨天我聽了很多Podcast 其實我也忘了哪一個 不過應該是 是不是BBC 有一個主持人就說 其實很多時候 這個Palestri 這件事 直接去曼聯 有點奇怪 因為很多南美球員 其實我想很多朋友都知道 他們很多時候會去一些 中間的球會 或者叫stepping stone的球會 例如歐洲的 亞迪斯 多夢特 多夢特現在不是 多夢特現在是人家很厲害的 找一些厲害的球員 例如李昂 一些歐洲的球會 就等他們 第一 適應歐洲的生活線 然後 希望在那裡踢得好 然後 曼聯這些類型的球會 才會 在那些球會 收購這些球員 為什麼呢 因為 你突然間 在南美買一個球員 回來 其實風險都挺大的 因為南美實在是很多球員 亦都很多 在當地踢得好的球員 但去到歐洲 很多時候有水到不服 所以我記得 他就覺得很奇怪 曼聯為什麼會 直接在南美買呢 聽完這次節目 可能就會 有多少 想法 因為 有個原因可能 就是 真的是科蘭介紹 蘇斯特信德的科蘭 以及我們的球探 可能也都看過 真的覺得有得想 但最奇怪的地方就是 當然球探看的東西 就不只是球狂片 他們應該去過看 但是很多朋友看到他的球狂片 因為大家都知道球狂片 有很多水份 不能盡順的 但球狂片 都不是那麼厲害的時候 真的可能 萬元球探看多一些東西 我們 普通日是看不到 究竟 Pedicu來得到 他又不用 Dialo Dialo 就要等到1月才可以看 Pedicu就應該搞定 簽證就會來了 所以 我們很快都會看到 Pedic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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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在球會上陣 不好意思 急急說 因為這些名字實在非常難讀 也是新的 希望他慢慢來到 越來越踢得好 越來越上陣機會 我就說他的名字 說得越來越順 Pedicu 努力 今次就這麼多 拜拜 拜拜 Hello 大家好 歡迎來到這節的 萬聯新聞 一分鐘 今節就跟大家說一些轉會 不過就不是說轉什麼人 是一些轉會的評論 老實說 我們的萬聯球迷 在這個萬聯早晨的平台 都說了很多轉會 亦都跟大家說了 比分 多謝各位的 參與 大家都 給了自己的意見 老實說 我們 都是一個 球迷的角度去看 未必那麼專業 但是在昨天的直播 大家都提過一位人士 那位就是梅倫史丁 我們之前的 教練其中之一 其實當時他的拍檔 就是Mike Phelan 即是費蘭 昨天也有些朋友說 會不會叫他回來教一些 因為當時來說 他教過進攻 真的教得相當出色 但是他之後一直做主教練 也有做過 但事實上是不算很成功 但是老實說 始終他是一個專業的教練 在Manchester Evening News 引述了他在Talksport的訪問 他評價這次的轉會槍 究竟萬聯做成怎樣 即管聽一些專業的人士說 這個轉會槍 究竟是做得好 還是不好 OK 這個轉會槍 結果萬聯花了不少錢 重要是轉會槍 剛剛 完結之前 就被人解僱了 大件事 不知道有沒有關係 萬聯簽了幾個人 但是 有沒有用呢 就真的要看看 梅倫史丁就說 無論是泰利斯 或者卡雲尼 都是好的球員 但是 不像是 萬聯需要的球員 未必有一個即時 他說即時的改善 他説明顯地 新組這次轉會 根本他都覺得是不會發生的 但是他亦都覺得 萬聯是不需要花這筆錢的 在現在這個情況之下 他們在後防方面 仍然都是非常脆弱的 無論他們怎樣出中堅的配搭 他們好像 都不是很好 當然 他們就買了 泰利斯 另一個 左閘的球員 在聯賽裏面 他踢過聯賽 其實很難跟英超比較 他亦都需要一些時間 才能配合 他27歲 在這個年紀 你會期待 他立即可以做到事 即是當他配合後 應該會做到事 另外 卡雲尼33歲 他就說 我不能夠說 他不是一個證實了自己 的射手 但是 未必能夠行動的 始終 有些感覺 他就說 好像大家想想 希古欣去到車仔的情況 是怎樣 英超 跟很多其他聯賽 一個33歲才來踢 英超的球員 真的要特別小心 還有 究竟 前線那道 萬聯會怎樣去配搭呢 如果打法上又轉了的話 會不會 因為他們如果打過正正的9號位的球員 跟現在的打法 就很不同 OK 他就說了這幾個點 第一樣東西 他就說 不是對正下約 買回來的球員 直接幫到手 不是很多 因為無論是 現在已經可以來的 包括 卡雲尼 包括泰利斯 或者包括 帕利茨 這幾位球員都不是最重要 他就說 真是中堅 重中之中 就是中堅 或者是防守 這些球員都不是 就算一月來到那個 都是一個 右邊進攻的球員 說到尾 他就覺得 第一 不是對正下約 因為最重要的中堅 無論他們現在怎樣配搭 都是不行的 都沒有增加到人手 好 第二 在這個打法上 究竟有沒有想過呢 就是說 你找了卡雲尼 你會不會是給他必然正選呢 好像伊巴一樣 還是說都是一個 Plan B 他就沒有說到他的意見 但是 不知道萬聯的 領導層 或者教練團隊 是不是也有想過這件事呢 因為如果你要打一個正的九號位 對於我們現在 萬聯的踢法來講 完全都是 很不同 配置上 練習上也會有一個相關的 做法才會做到 說真的 他 很簡單 其實他說的不多 但是 直接指出 這個轉會槍 其實 真的不是很能做到的 雖然這樣說 但是始終是多了球員 但是我們經常說 這個梅論士也沒有說 但是我們經常說 是多了球員的 是不是真的用呢 這也是一個問題 尤其是卡雲尼來到 究竟 是一個 替補球員 還是一個 主力球員呢 我想這個問題 真的要看看 他進來之後 有狀態之後 究竟我們怎樣 想擺 他的位置 即他的位置會擺 我們才知道 現在 也是一個謎 因為老實說 經過了這年紀 蘇斯加特帶領著的 曼聯的教練團隊 我們真是 都很迷迷的 我覺得 這次節目到此了 多謝各位收看 拜拜